安東明的山 今天舉行安東道場紅萬分壇 海外青年的暑期夏應齡 今天進行的課程是 有關於視聽的實習、採訪、製作的一個過程 安東道場紅萬分壇的海外青年夏應齡 是由安東道場總壇教育組所主辦 視聽採訪時做課程是由安東道場總壇視聽組來負責執行規劃 主辦單位表示 安東明的山即將在五年以後完成 完成之後的老母店 有一座可容納兩千人的一個演藝廳 這個演藝廳平常當然是作為法會之用 但是沒有法會的時候 它的設備以及它的場所 可以堪稱是一流的新聞演播室 以及錄影的攝影棚 所以有足夠的人才的話 那麼透過網路的傳輸 隨時都可以跟海內外道親聯繫 所有安東道場的訊息 那麼在這麼大的一個資訊平台裡面 現在人才的培訓就顯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規劃了這一次的攝影人才採訪實習之課程 可以說是為了以後 安東明的山所需要的當務之急 以下就是今天的實作實況 各位前前大家好 歡迎收看安東新聞台 後學是您的新聞主播林之如 後學現在所在的位置是 安東明樂山的冰凱老人紀念館 現在後學在冰凱老人紀念館裡面的佛堂 後的大帝在世的時候 給我們慈悲的六個字 這六個字是非常重要 也是我們安東子弟的安東家訓 都有在我們的佛堂出現 這就是笑替詞 還有誠敬性 這六個字呢不單止是我們的安東加訓 安東加封 這也是安東的後學們的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 後學的名字借助陳一喬 現在來到安東明樂山採訪 我覺得這裡有六個字 主別有意思的 主別是那個禁字 我覺得禁字可以代表孝敬 曾崁山提格的禁字有什麼意思呢 尊敬 啊很圓線呢你這個答案 今天的採訪現在在這裡遠比 大家好我是曾果祥 今年我們紅望分壇來到老前人紀念館 學習 在佛堂里面有六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老权给我们留下来的教训 就是笑替识 还有那边 尊敬信 我觉得这六个字很有意思 因为是老权留下来给我们做人道理 希望我们可以在这六个字上面 学习怎么生活 怎么尊敬孝敬长辈 替好好的对同辈的言辞识 对所有人都要言辞 还有敬 要对所有其他人都要有一个沉浸的心 同学你好 请问你觉得笑替词 崇敬信 哪个字你印象最深的 信 为什么 因为要守时守信 为什么要守时守信 因为先博士听说 我们安东的人才要从守时守信开始终止 这是老权在生前留给我们的六个字家训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六个字去体现自己的生活 今天我们的访问就到此为止 相信各位前前对我们的安东教训也有所影响吧 因为刚刚我们的记者已经有报导过 现在我们在跟大家复习是安东教训是什么 笑替词 成继续 欧学林志如在安东民的上报道 谢谢 各位前前大家好 后学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罗伦华 感谢天恩师哥 让后学有机会为大家介绍三宝心法 三宝心法是高老前人也是我们的后格大力 传了我们很重要的心法 后学是在打坐的时候 会让后学有一些很贫贱的感觉 也会让后学心收拾心情 后学在打坐的时候呢 会有一种很愉快的感觉 会让自己的心情放下 现在我们看一下打坐的姿态 刚刚你在静坐的时候有什么心情呢 后学之前在静坐的时候都心会不定 那是慢慢慢慢下来就会心会比较平静 这样你对静坐有什么认识 静坐就是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 让我们的脑袋有时间去不用想那么多东西 这样我们会比较精神一点 例如在什么时候要静坐呢 就当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去静坐一下 会让自己本来想到生气的心情会慢慢没有 刚刚静坐的时候有什么心情 很放松 很平静 但我觉得 觉得很不开心的时候 就很像心情不耐防吗 是啊 好谢谢你的访问 十三宝 星期一号 以下是荣华在老前人纪念馆 安东李乐山完成 你好啊 你应回老前希望我们把安东李乐山完成 你应回你有什么炸烟呢 要协助老前人完成安东李乐山 我觉得我们应该捐多一点钱 因为没有钱就见不了安东李乐山 而我每天早上 我每天拜元山之后 我都会求慈悲求上天 让安东李乐山早日完成 我觉得安东李乐山在将来 建好的时候一定会很美丽很漂亮 会有更多的人去求导 我们报道之后 最后再来 安东李乐山之家 跳高教 以下是各位安东新闻台的记者 为大家报道 谢谢 这次的采访录影时做课程结束 也结束了红万分坛青年夏令营在 红中总坛30天的课程 那么大家怀着一份感恩的心 宜别依依 抱着一份热忱与肯定的态度 回到自己的温馨的家园 希望在钱人的鼓励之下 能够继续为道场奉献一份心力 道场需要青年的热情 然而青年更需要安东家训 校替词沉浸性的心头 那么回到社会家庭当中 才能够作为一个中间的分子 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30天的朝夕相处 离情依依 不免也流下离别的眼泪 显示了人亲土亲道更亲的真理 以上是安东米乐团新闻 在台湾新竹香山的报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